庞德一路遭到不明人士追杀 惊险重重 第五度饰演庞德的丹尼尔克雷格 在意大利俠展巷弄中拍摄车辆追逐场景 这是007最新一集 没有曝光的电影场景 No Time to Die 中文片名要怎么翻 在PTT电影版引发讨论热潮 大家直觉想到没空去死这种直白的翻译 甚至死不我鱼 时辰未到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创意片名 都没有中选 最后电影公司定名为生死交战 迈入第25集的007电影 一开拍就话题不断 包括007首度交给美国籍导演凯瑞福勇拍摄 以及连转的庞德女郎雷亚瑟度 还有丹尼尔克雷格拍戏时扭到脚踝 丹尼尔克雷格的庞德人气 延烧到多伦多影展 热情粉丝挤爆首映会现场 007丹尼尔克雷格和美国队长克里斯伊凡合体 出演悬疑推理电影峰回路转 观众对于电影给出决赞好评 首映结束后瞬间攻占各大社群网站 得到烂番茄满分 记者彭馨仪综合报道